本大隊於日前接獲林務局的 三老鼠雷達站 到法平台的通報 花蓮縣富里鄉地區有民眾 檢視大量的漂流木 警方便 介入調查 於日前 見實際成熟 並向花蓮地方法院申請搜索票獲准 前往 黃信民眾 住家執行搜索當場查扣 國有珍貴林務紅筷及台灣菊木等 總重大約8000多公斤 市價出估大約是新台幣100多萬元 一部分飯前已經坦承製作半成品 要出售 檢視的地點 大部分都是在台東縣的 西床 港口海岸邊及花蓮縣 沿岸的西床 最高行者可罰 7年以下有取圖刑 並科2000萬以下罰金 謝謝